大家好 我是丁超 今天是一个跌盘 还是下跌 我们看一下 这看起来你认为是很麻烦 这个是你看看今天下跌 还是下跌 其实也没有开高 就是开低 曾经涨15点 这个有很大的一个原因 当然就是台积电停不下来 如果你看到内容的话 你看到这个内容 涨的加速跟跌的加速来看 其实比例没有那么严肃 还是有非常多的股票 蛮热门的 但是大部分都是中小型股跟逐利股 大部分不是法人股 非法人股 因为法人它的操作一定是跟美国操作 可是我昨天跟各位谈到 美国快 也不是快要止跌 美国事实上应该是止跌的 你看这里 因为它这个消息面影响 昨天的科技股 尤其是汇城半导体 它受到AMD跟NVIDIA的重挫影响 所以这一组的跌幅就比较大 另外它也扯到了这一组 可是它还是一样有收了一个下引线 表示如果没有消息面的影响 我是说如果 因为它事实上就是有受到影响 如果没有受到AMD跟NVIDIA 就是美国晶片法案的一个影响 就是禁止卖晶片到中国的影响 理论上美国昨天是不会有低点的 理论上我想是理论上 但事实上是有低点 那我给各位看一下为什么要指标 它顿化 就是我现在先让你知道美国的情况 那你一定要先记住 美国的股市跟台湾的股市是保证会一样的 连结一样的 不一定当天一样 但是大方向是一定是一样 如果你对这个有怀疑 它没办法解释 就是美国股市涨 外资会买超 台北股市会跟涨 亚洲股市也会涨 涨幅不一定一样 不一定一样的涨幅 但是方向是一样 有时候会有落差几天时间 都有可能 那如果美国股市在跌呢 我们的股市会不会跌 保证会跌 一定会跌 那如果说 这个条件是成立而且是永远成立 那你就知道你要看美国什么时候止跌 如果美国没有办法止跌 那台湾一定不会止跌吧 你想也知道 那我要让你先了解说 为什么要让你看NASDAQ的指数 如果这个跟台湾的股市没有关系 那看这个没有意义嘛 我一定 那我会不会叫你看中国股市 不会啊 因为它的走势都跟我们不一样啊 跟全世界不太一样啊 那就不用看啊 我要给你看来是这个啊 那当初在8月 比如说这个礼拜 8月15号 台北股市的 这个应该是上个礼拜以前 8月15号 你注意看哦 那时候不是冲高到15475吗 8月156、17、18 这个礼拜 就这个礼拜 是不是指标在高档 我不是一直讲高档顿化 高档顿化 高档顿化 你要卖股票 要减码股票 要减少档数 要退出股票 我们就从这边看出来了吧 他领先嘛 他是不是在8月16号、17号 是指标就已经一直顿化 是不是 这很清楚啊 你有没有看到美国在8月17号 8月16号 是不是很清楚 高档 他反弹之后 从6月16号反弹到8月16号 将近两个月的时间 涨了百分之23% 指标产生了连续性的背离跟顿化 对不对 这也就产生了一个交叉向下 这一定会跌的啊 一定会跌的啊 如果你相信技术分析 你就相信它会跌啊 那如果没有跌 没有跌再说嘛 再买就好了 买别人股票也可以啊 但是你看到那种 非常紧绷的一个情况之下 指标产生了背离顿化再顿化 那下去的话就是一个大波段啊 你要有这种想法 要先 至少要先解码股票嘛 至少要卖一半吧 卖一半可以吧 就算不愿意出清 那卖一半可以吧 我讲的是大部分股票 当然如果你说 有些少数股票还在创新高 那不在我讨论范围啊 因为每一天都有股票 很强势啊 我讲的是大部分 投资朋友手上的股票啊 那你看看啊 8月17号美国还没有大跌啊 但是已经 出现了一个状况出来的嘛 那你在 我们在8月17号还创高点 对不对 那8月19号还有一个高点 那一直到什么时候 一直到8月19号 台北股市才交 K地址才交叉向下 而且是高档交叉向下 这一定会跌的 一定会跌的啊 所以我不是在 这个时候啊 我一直跟你讲说 要卖股票 我要没有 因为连续 这我不是今天放炮啊 你看我节目又不是看一天两天 就这个礼拜啊 就是这个 我讲的就是这个礼拜啊 那这个是上个礼拜 这是这个礼拜啊 那这个是两周前啊 这个礼拜 这礼拜你要卖股票啊 不是卖这里啊 是卖这里啊 因为我们不讲过去的嘛 我讲的是现在嘛 你反弹之后它只是反弹啊 它是空投市场啊 我讲台北股票是空投啊 空投市场啊 空投市场的反弹也是空投啊 那我说下个礼拜会反弹 指标顿化的买点 这也是空投啊 还是空投啊 只是反弹而已啊 那既然会涨当它买啊 自然会跌当它卖嘛 所以我给各位看一下美国嘛 你说美国指数 老实在美国指数 在这里嘛 它是不是刚好相反 那这个是德国的 德国它下午就开盘了 那这个都是跟着美国走的啦 那是不是它开始 已经开始指标顿化 准备要交叉向上 老实在如果说 今天你判断错误美国股市 还没有交叉向上怎么办 我可以告诉你 不会怎么办 还会在这边 也就算是没有马上出现了中长虹出来 我都有把握这个地方是绝对是回挡的地点 在上下左右附近你就不用太计价了 因为各股会先跑 指数就算是还停留没有往上 但是它不会再大跌 我要表达的意思就是 美国股市它不会再大跌 那美国股市这一波 如果以那个指数为例 这一波反弹上来修正 这一波的修正 这边的下跌 跟这边的比值 这边涨的 跟这边的下跌 大概已经跌掉了 涨点的62.5% 就是到达0.618的极限了 如果再跌下去就是破底了 但是我认为不会破底 因为它如果跌破了 再往下灌压下去就是撑不住了 这个是既然 我们认为是一个技术面的反弹 再回撤 对不对 而且目前季线是平的 那我跟你讲说下礼拜以后 季线开始往下扣底低值 所以这条线又会扯上来 所以短线它跌破的季线是没有关系的 因为你要看 你要懂技术分析 这个也都一样 它这个跌了大概62.5% 那这个跌了比较多 跌了七成多 因为它全部都是晶片股 30档全部都晶片股 台积电这边挂牌 所以它涨的时候也涨了29% 涨的速度也比科技股大 它跌的时候也是比较大 因为它是几乎是同样的股票 都是同样的股票 AMD、NVIDIA、美光等等 那台湾呢 你要相对比较台湾 台北股市 我们因为它里面的内容 它比较复杂 这一千多档股票 它不是全部都科技股 所以我们的修正当然会比它少一些 我们大概这边上涨的1547点 跌了800多点下来 那跌幅大概是这边的一半 差不多一半 那指标已经完全顿化 这里跟这里跟这里的指标 跟这里完全是不一样的 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我昨天跟今天我都一再强调 虽然还没有大涨 我还是一样 因为我就是有这个把握 我才会跟你讲 我还是一样的告诉你 这个地方是买点 但是老师要买什么股票呢 我们所谓的买点 指标顿化的买点 讲的是指数 通力大部分的股票 会出现一个拐点出来 而不是讲你手上那一档股票 因为股票有1700多档 我怎么知道你哪一支股票 搞不好你的股票刚好要跌 那怎么会是买点呢 讲的是大部分的股票 大部分的股票它会出现的拐点 那因为 因为你有些股票 它走势跟大盘不太一样 就像最近的这个 蛮热门的 在风口上的生计股 它就没有这个问题 它还有很多股票在创新高 生计股嘛 对不对 那你说这个行运股 那就不用讲了 人家是大盘只是回挡它破底了 它破底了 对不对 不一样啊 但是你如果用 刚才用电子股来讲的话 就比较标准一点了 它就是 你看起来大部分的股票都是涨这样的 那如果你生计股来讲 生计股现在在风头上 那这生计股现在目前也 出现了高档背离 已经顿化了 你也要 我也跟你讲过了 如果你有的话 我是欠你事见好就收啦 因为你也知道 其实很多股票都是这样嘛 你现在在风头上 你看报纸一直追一直追 如果你之前低档有马 你赚很多 当然是不错 那一直追一直追 就好像有点类似 像之前的航运股一样 每一档 每一种类股都会在风头上一阵子 像以前的友达还不是一样 算了几块那时候 不是大家都很夯很抢 抢那些股票 那运输股也是这样 之前也是这样 不是现在的 那生计股也是这样 我不是批评啦 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要做多要做空 我不会去管你 因为你说大盘跌下来 你说有的股票也创新高 你做空也不一定对啊 你空错股票也不对啊 那你说大盘跌下来 你做多股票 做多对的股票 那你也没有错啊 了解我意思吗 所以所谓的做多做空 我们是讲的是股票 而不是讲的是指数 了解我意思吗 所以我个人认为就是 这个上半节 我就跟各位谈到这里 就是说下礼拜 是一个反弹 反弹建立在指标背离钝化 就是这样而已 没有为什么 没有讲基本面 就是完全是技术分析的讲法 就是跌了两个礼拜 这边修正 这两个礼拜 是修正这边的涨幅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 那当然就是站在买房 那我先跟各位讲一档股票 就是说这档股票 我们买回来啦 我既然讲美股会涨 我就会买这档 就像之前我做一波一样 这一波我不是卖到最高点 但是也赚了不少钱 就是这档 我们在昨天通知会也买 这两天都有通知会也买 也不能只有讲最低点 我不会讲最低点 因为有买过了就不能再买 就买一笔而已 了解我意思吗 就是说像昨天它最低点是 6 3.45 对不对 昨天量比较大 那今天是大盘还跌嘛 它是小涨 但是只是小涨而已 但是我们赚的不是赚这一点点 因为我们是连减这档股票 那不是很重要的股票啦 就是看到了一个机会 就请会员去买进 就这样而已 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这边线团 0277259668 追求梦想 成就非凡人生 发现价值 携手共赢 完美服务 忠于所托 挑战自我 成就非凡 精确掌握投资方向与时机 替投资人看守好每一次进出场 咨询专线 0277259668 0277259668 好的 欢迎回到这边线团 除了生计股蛮热门以外 当然今天比较明显的 就是IC设计股的 其中的IP股 就是ASIC IP股 或者是RISC的这些相关的股票 那其中就是这一档为优先 就是 这个就是经典指令级 就是RISCV的标准代表作 我现在不要跟你讲什么基本面的问题 因为讲那个东西 你看报纸就知道了 我只是告诉你说 像这个就是强势类股在带投 所以不是所有的电子类股 都长得像联发科一样 不是嘛 一样是IC设计股 不太一样 所以一个重点 大盘是空头 但是不是所有股票都空头 你一定要记起来 你不要被那些做空的嚇到 因为他搞不好去放空金星科也不一定 还是搞不好去放空那个 生计股也不一定 你怎么知道 他如果不公开你怎么知道 当然他也有可能去放空长龙扬名 我不能说他没有 但是放空一百档就会有了 我的意思就是说 像这种股票的上涨 这种股票的上涨 这种股票的上涨 它代表一个意思是什么 我早上连线都去讲这些股票 它代表意思就是说 其实市场不是你想的这样子 不是每一档股票都像联发科 或是长龙扬名一样 不是 你不用那么悲观 至于我在昨天有讲过说 我们买了两档 我昨天有讲说 我买了两档 利用这两三天时间里面去买了两档 新能源的车用跟公控股 对不对 我不是要讲吗 那你大概一定会想说 那我是不是跟其他老师一样 一定是买那个涨停板的股票 然后骗你来这边表演 然后就跟你讲涨停板 我可以跟你讲我跟别人是不一样的 我没有那么low 也没有那么卑鄙 你不要把我想的跟那些老师一样 我不会去买涨停板在这边表演 我买了那两档股票 会员早就知道 早就提前就知道那两档 我怎么骗 我如果在这边造假 那我的会员 第一个抗议不是就我的会员了 那诚信很重要 你说做对做错当然是很重要 但是问题诚信比做对做错还重要吧 如果没有诚信他讲什么呢 是不是 那我就公开让你知道 就是说 也许没有时间讲那么多 但是公开让你知道说 就是一档就是IC设计股 就是这档 新能源车与公控 它是做MCU的 标准的车用概念股 车用概念股很多 像这个都是 很多 就是车 这种都是 就是新能源车 或者是车 或者相关股票很多 这种都有关系的 但是我讲的是 我就没有 我就没有讲说这档 我也没有讲这档 是不是 不是 我没有讲最强的 也没有讲最弱的 我是讲这档 我也没有讲这档 这档我们有时候跌催而已 之前有操作过了 赚了两段已经卖掉了 那后来就没有再做这档股票了 今天也有做当重 那我讲的是这档 就利用跌下来的时候去买的 那涨了没有 还没涨 没有涨我就不会拿去 去随便便利支掌停板的跟你讲说 就是这档 那没有下批链 那没有下批链 所以会员都会知道这支 那因为我答应各位要跟各位讲 那你让你参考 但是你如果你自己操作 没有跟着我的 讯息同步操作 你这只要设停顺点 百分之五百分之十的停顺点 一定要设停顺点 我们操作任何一档股票 我们都有设停顺点 我们也不会加码摊平 不会 我们对了就对了 错了就错了 我们跟其他老师不一样 也不会买一百档 也不会每天买涨停板 也不会持股一百档 五十档 不会 我们是有卖掉才有在买进 有买进一定又有卖掉 这样我们持股才能够控制在少数几档 这个是做MCU的 那至于基本面就不用讲 因为它非常优秀的股票 它上半年就赚这么多了 这有什么好讲的 第二季这个毛利 第二季鑽三块 这个都是翻倍在涨的 所以它 为什么要讲这个 因为很多的IC设计股 下半年都会衰退 对不对 很多像有面板相关的 但是这种做车用MCU的不会 车用的工控的 工业电脑的 工业电脑的 工业电脑有连结 这些股票的下半年它不会衰退 但是像联发科那种就有可能衰退 联发科 我不是批评 我说做手机的做PC相关的都会衰退 但是作为车用的 或是比较不会 像新唐第三季可能会小幅衰退 第三季 但是第四季又会成长 这是一档 那另外一档就是这一档 工控业车用的这档 就是华欣集团的 做BMC的 电源管理系统的 一样是新能源车的概念股 这还没去呢 就是没去我再说 就是我们这礼拜在布局的 那我也跟你讲一下 我们买的股票不会去买 那种没有赚钱的 让你害怕不会 就是爆发性成长 这个像第二季的获利 都是正成长 而且下半年还会正成长 这个你自己可以猜一下 因为我讲的比 没有讲那么详细 就是前半年就已经2.79 远远超过前面的任何一季的一个获利 这个就是标准的 BMC的电池管理系统的股票 新能源车用跟公控 他大部分像大部分金芯他做的东西 都是大部分百分之七十都是在做车用的 这你可以自己要研究一下 华信集团了 金芯 他说他没涨呢 没去才跟你说 没去才跟你说 我不是去才跟你说 那至于很多 做最后再讲一下 就很多人就是会担心说 运输股怎么会一直跌 对不对 我老实跟你讲 我希望我讲的话 你一定要听进去 他们会崩盘的 会衰退的 我早就已经跟你讲了几百遍 但是不是一直崩盘 他一定会有反弹的机会 但是你千万不要一直讲 他们净值多少 然后配股多少 配息多少 然后获利多少 不会 保证不会 现在很多的研究报告都已经更新 都跟你讲 甚至有人雇到长龙明年只能赚十块 我在想可能都十块钱都没有 你不要开玩笑 你不要以为他们以前赚四五十块 一辈子都会赚四五十块 景气希望股绝对不会这样 保证不会这样 我已经说千多边百多边都在听 但是很多人小白还是不懂 一直讲说他基本面很好 所以就造成了想要长期投资 但是如果投资本来没有卖掉 你也不用太担心 这个有方法解决的 我是告诉你 他未来一定会崩盘的 而且价位这个地方还算是高价位 到明年 如果比较明年 航运股价位都很高 因为明年一定大幅衰退 但是他补票价格不会一直跌 他总有反弹机会 你要把握每一次的反弹去做处理才对 千万不要意气用事 不要一直讲基本面很好 你一直讲那个东西 真的是以后会衰退的 以后基本面就没有像现在这么好 了解我意思吗 我是为你好才会跟你讲这么多 你听了也不要生气 我跟你讲 你不要一直写那个小白 一直每天都在讲基本面很好 交到好友 Telegram Ego 3008 我讲你有航运股 他赶快来找我 这个还是会有绝对有反弹的机会 反弹我带你卖掉了 换股操作了 至于这个盘势 指标已经顿化 所谓顿化的买点 就是大盘产生了一个拐点出来 所以下礼拜就会开始反弹 既然反弹的话 你当然这两天要买股票没有问题 反弹起来以后还是空头走势 上来反弹以后还是要做价差操作 不要长期投资股票 懂我意思吗 那今天的报告到这里 谢谢各位的收看 下车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